有一场我们刚刚进组的时候 然后那个是我我不知道 导演就特别坏地跟他说说 李线你一会儿偷偷地 就是杨子不知道剧情 你要亲他 偷亲他 我想要杨子那个反应 所以当时那场戏的时候 我没有他亲我这个设计 突然我刚要转 他一下就亲上来了 我整个脸 脖子 耳朵全红了 就是很真实的状态 然后他也笑了 我也笑了 然后那一刻就觉得 那个瞬间特别的好 就一下子 嗡的一下 我是一个非常严谨 然后非常希望所有的事情 能按照我自己控制的节奏来 我是很调调框框型的男演员 但是杨子是一个 他的很多小细腻的东西特别好的 就是如果你不跟他说 你突然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给出的反应特别好 但是如果你突然对我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非常的觉得 超出了我自己对于 表演的理解的范畴的时候 我会非常的排斥这种状态 所以我经常会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跟我 去玩这些小酒酒的东西 要加什么先告诉我 然后杨子就是 什么都不要告诉他 他出来的东西就特别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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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